在浩瀚的宇宙中 某些恒星的最终命运 是一场光芒四射的爆炸 这种现象被称为超新星 然而有一种超新星 比普通的超新星更加璀璨 极亮度是普通超新星的10到100倍 被称为超亮超新星 这些超亮超新星的出现 宛如宇宙间的烟花表演 点亮了遥远的星空 也激发了天文学家的无限好奇心 这些宇宙中的耀眼灯塔 其背后的驱动机制 一直是科学家们滋滋不倦探索的谜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种新颖的理论逐渐浮出水面 这些极其明亮的爆炸 或许是由一个极具能量的简所驱动 而这个简在短短几天内 释放出巨大的辐射 成为驱动这些超亮超新星的关键因素 超亮超新星是宇宙中 极为罕见的天体现象 它们的亮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超新星 普通的超新星通常是由质量较大的恒星 在其生命尽头发生坍塌引发的 这种坍塌导致恒星核心形成了极其致密的天体 如中子星或黑洞 然而超亮超新星的爆发 却要更加剧烈和明亮 其亮度之高 足以在数亿光年外的星系中清晰可见 尽管超亮超新星的极高亮度 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其背后的物理机制 却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 超亮超新星的起源 与其巨大的能量输出密切相关 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呢 目前主流的假说认为 超亮超新星的爆发 是由那些质量至少是太阳40倍的恒星 在其生命末期发生的 这样的恒星在耗尽核心的核燃料后 会经历一场剧烈的坍塌 这一过程可能导致恒星核心形成中子星或黑洞 这些极度致密的天体 不仅拥有巨大的引力 也可能产生极强的电场和磁场 在这些极端环境下 靠近核心的物质开始以极高的速度旋转 形成一个快速旋转的盘状结构 这种结构被称为吸击盘 吸击盘中的磁场会引导盘中的物质向核心运动 这些物质最终被黑洞或中子星吸击 并形成高速喷流 喷射到恒星的两极 这些喷流携带了巨大的能量 足以驱动超亮超新星的剧烈爆发 尽管喷流理论可以解释超亮超新星的能量来源 但具体的过程一直缺乏详细的描述 最近两位天体物理学家 借助计算机模拟和数学模型 试图进一步揭开这一谜题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喷流在恒星内部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 一个被称为碱的能量包裹 这种碱并非静止不动 而是在喷流的推动下不断扩展 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吸收周围的物质 碱的形成标志着超新星爆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 在碱形成后 它会迅速膨胀 并在几天内释放出巨大的辐射 这些辐射的释放 使得超新星在可见光波段变得异常明亮 形成我们在地球上观测到的超亮超新星 最终喷流的力量会压倒碱 将其撕裂导致恒星的最终毁灭 在研究过程中 天体物理学家们使用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结合复杂的数学模型 追踪了喷流与恒星其余部分相互作用的全过程 他们发现 碱的形成和膨胀 与超亮超新星的亮度峰值高度相关 模型显示 这种峰值亮度可以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而后随着碱的崩溃和喷流的消散 超新星的亮度才会逐渐减弱 这一发现 与实际观测到的超亮超新星的光变曲线非常吻合 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然而这一理论仍需更多的观测数据来验证 天文学家们将通过更精确的观测 尤其是通过探测X射线和高速移动的物质壳的出现 进一步检验这个能量简的假说 超亮超新星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恒星的死亡过程 还对探索宇宙中的极端物理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这些爆发事件的观测 科学家们可以获取关于恒星内部结构 爆发机制 以及极端条件下的物质行为的宝贵信息 近年来 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 科学家们有望在未来捕捉到更多的超亮超新星事件 这些观测不仅将验证现有的理论模型 还可能揭示新的物理现象 比如简的形成是否存在普遍性 它是否也出现在其他类型的超新星中 北京腸的十字路 akukan照片 并视频道